当事业有成,历练丰富的人生阶段,对于家的需求不再仅是日常生活,更是需要生活经验的串联与情感回忆的累积,而能够成就企业主的理想家宅,则是需要拥有丰富设计经验的设计师与专业团队。 由精俊设计师不受空间局限,擅长格局配置,收纳机能,绷格营造,并且大胆用材,打造豪宅等级的高质感空间氛围,为屋主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专属奢华感。 今天要看的案例很特别哦,它不但是一个居家环境,它更是企业主用来招待贵宾的招待所。 要怎么样融合这两种不同的需求呢?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设计师了。 哈喽,清俊你好。 嗨,明景您好。 为什么这一次的屋主,他这个空间会需要招待所这样的需求? 那他在规划上有跟你做什么样的沟通? 屋主夫妻啊,他们本身经营数家公司。 那所以其实是很成功的企业家。 那这个空间呢,他位于他们公司大楼的顶层。 那所以平常是周一到周五下班之后,回来休息的场所。 有时候也会有重要客户,那或者是合作伙伴,会邀请上来做交流聚会。 所以不只是居家,还要融入他的招待所。 这两种规格其实在计划上不太一样,你要怎么样把它投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让宫领域跟室领域完完全全的隔开来。 那这样可以保有屋主的私密性。 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让宫领域的部分, 我们让客厅、餐厅跟中岛青石区呢,完全不做任何分隔。 这样子可以让整个空间最大化。 招待所最重要要传达的几种感觉,就是奢华、大气、优雅。 我觉得今天走进来的时候,我马上就有这样子的感受。 原来是因为我们把宫领域全面地打开放大了。 屋主在风格上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因为屋主她刚修过很多房子,常常出差跟旅游。 所以她对于单一的风格,她会比较没有眼睛未知一亮的感觉。 但是我们在经过很多次讨论的时候, 其实女屋主比较偏她喜欢新古典的感觉。 但是我又觉得因为男屋主有艳客的需求, 所以整个都走新古典的风格会比较没有那么恰当。 最后决定定调为女屋主喜欢的新古典浪漫风格, 然后结合男屋主艳客需求的现代风格。 真的耶,第一眼我会看到的是很美很美的大理石电视墙。 这边电视墙其实它尺寸很大。 那如果说我们单一就用单纯的大理石去营造它的话, 虽然会显得比较大气,可是它一定会显得比较单调。 那这样不会符合到这个屋主的喜好。 那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在设计上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铁件的展示柜, 然后搭配了大理石的电视组墙。 中间的部分呢,我们用了圆弧造型的铁锈漆去做转折跟结合。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弄起来, 它会整个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墙面。 你选择的颜色也好, 还有它的这个比例分割也好, 我觉得差到好处就是有一种现代感的点缀在里面。 而且你在旁边还选择了也是食材来包围两侧。 它这个部分它其实是这个空间的结构柱。 那它这个整个工领域里面四周都有。 而且它量体很大。 那所以说我们在材质上啊, 我们选用洞石来去装饰它, 可以提升整体的空间的质感。 真的,你一讲我就发现四周都有这个蛮大的柱体存在。 然后你用洞石去把它包装起来, 整个就变得很美丽, 然后又有一种奢华感。 在我们的沙发背后呢, 其实是大面的落地窗。 你竟然还设计了一个造型屏风。 这个空间啊, 它其实窗户很多, 所以采光非常好。 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在光线上会被我们阻碍到。 然后另外就是说, 在中国传统上啊, 都会有沙发后面要有靠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所以说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几何镂空的造型在沙发后面。 那一方面呢, 可以保留采光。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解决沙发后面要有靠的这个问题。 那最后呢, 而且让客人从一进门的时候, 就会感觉有一个视觉焦点存在。 所以等于清俊你不但在设计的美感上, 给了屋主很多的灵感, 你连风水方面都主动帮屋主顾及到了。 这个餐厅哦, 其实除了是我们企业家它的招待所之外, 很重要的是家人也会在这里用餐。 所以对家人来说, 他们的餐厅需求是什么? 因为现代人的居家饮食啊, 其实越来越简单。 再加上说呢, 它有时候会有客户朋友来访, 所以我们将热炒区跟青石区分开来。 然后青石区它的功能其实很完整, 它不管是内藩的冰箱, 或者是电桃炉, 或者是水槽, 它应有尽有。 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洗切水果啦, 泡咖啡啦, 都很方便, 而且我们觉得这样可以跟餐厅的人, 做非常良好的沟通跟互动。 真的, 其实这个中岛它的规格是, 可以说是一般的两倍大了, 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齐全, 包含我们台面上看到, 甚至还有台面下的收纳空间。 在中岛的那一面安定的墙面上, 它其实中间有一个开窗, 那左右才是它的安定面, 所以在它的左侧跟右侧, 都分别规划了它使用的柜体。 那中段的部分因为有开窗, 所以它不适合用柜体把它做起来, 因为这样子会挡住它的光线, 所以我们用了铁键, 做了一个展示的层架。 下面我们顾虑到实用, 做了腰柜的部分。 讲到厌卫厅, 我觉得它的气氛氛围非常好, 跟你选择的灯件也有很大的关系。 大概餐桌的部分, 上面用的是比较现代奢华的吊灯, 然后像中岛的部分, 我们用的是比较排列序的吊灯来呈现, 那这边的感觉会比较温暖, 那餐桌那边的感觉会比较现代奢华, 然后像其他墙壁边或柜子上, 我们都有一些装饰的吊灯, 那整个空间里面让温暖跟奢华是同时并存。 现在这样门拉起来, 我发现很奢华, 里面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当初这个部分, 在沟通的时候, 屋主跟我说, 他希望他这个走道不要太无聊, 那那时候我的笔很宗直地在写下这个东西, 可是我心里的念头, 其实满头问号, 什么叫做走道不要太无聊。 就是这些以上都不符合他的需求, 要超过他的想象。 所以当我们回去设计构思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 让他呈现一个艺术狼道的感觉。 在里面就用了各式各样的灯光, 然后大量的材质, 装饰跟画作, 让他呈现不同的感觉。 许多的一材质结合, 让这里面甚至让我觉得会像到了奥斯卡颁奖典礼, 展示小惊人的现场。 真的, 如果你在光的设计上面可以有不同的配置, 每开一种灯, 它就会创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其实我还观察到, 你特别在一个墙面上, 你把它做悬浮, 做建造, 蛮特别的, 为什么会想这样做? 我们就这样子, 他有时候如果说晚上比较晚的时候, 他可以不要开其他任何光源, 然后只留下面的洗涤灯, 它有照明跟樱桃动线的功能。 那女巫主提出要艺术狼道, 你帮他实现了这个成果, 我相信他应该很满意吧? 那个基本上每个客人, 或是每个朋友来访, 这个地方都会是大家蛮惊艳的一个焦点。 我们狼道从一踏进去的时候, 右手边就挂了一幅画, 那因为它挂画了, 所以我们底部的地方就先用壁纸来衬托, 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就先做一些隔罩造型, 因为我们希望这样整个在过道的时候, 有一种律动感, 然后在过去的时候呢, 又是另外一幅画作, 再往前走的时候, 它就比较接近底部了, 那比较接近底部的时候呢, 它会有转折, 转往女主卧啊, 转往男主卧啊, 或转往女孩房,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墙壁做的线条, 延伸到天花板, 并且延伸到每个空间, 我们觉得这样有一种趣味性, 有一种视觉感。 秦俊, 因为这一次这是一个摆平企业家的豪宅, 所以它的空间够大, 那听说你帮男主人跟女主人, 各自都设计了一个他们专属的空间, 现在我们在男主人的卧房, 他在设计上面风格有跟你沟通过, 对吗? 这个男务主啊, 他比较喜欢现代成文的风格,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 我们帮他加进了一点点粗犷的工业风元素, 从地板的选用上啊, 我们就选用了稍微粗犷一点的灰棕色木地板, 然后搭配他床尾的一些铁键元素, 然后让他整个有一点工业风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你帮男主人设定的这个午夜蓝色调, 我觉得他跟你选的深棕色非常match, 甚至让我有一种像置身在雪茄馆这种 gentleman room的那种feel, 你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我们也是这样的想法, 而且我们觉得这样的午夜蓝色啊, 可以让整个空间感增加他的色彩度跟沉稳度, 然后他不管是在跟木皮, 跟木地板, 跟铁键上的搭配都很搭。 那男主人他有特别要求在房间里面有什么样的配置吗?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 因为他回来的时候通常都会比较晚,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 因为可能有工作上的事情, 所以还是有帮他留一个小小的办公区, 这样比较方便。 女主人的空间感觉就很不一样, 空间其实围绕着他喜欢的新古典, 对不对? 是, 在沟通的时候啊, 屋主也就表示说他比较喜欢奶茶色, 棕色系的颜色,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啊, 大量运用了这样的色调, 但是我们也为了避免说, 会不会整个空间太过于单调, 所以说我们还运用了不少的食材跟镀态, 然后来表现出它的层次, 它跟精致色滑的感觉。 所以让他的古典展现了一些比较现代的风貌。 我一入门就可以看到, 你已经帮女屋主打造了一个像是精品展示柜一般的展示架。 对, 因为屋主有说他蛮喜欢买香氛跟精油的产品, 那只是说以前都放在柜子里面啊, 并不会非常好拿取,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有帮他做一个有层次的展示架, 我们就这样比较方便拿取,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收藏品、艺术品、 和装饰品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呈现。 所以这里还不是精品包的展示区哦, 这里是女屋主喜欢的香氛或者是一些艺术品, 真正的精品区还在更衣室里面。 我刚稍微看了一下更衣室光线绝佳, 然后它的空间也很宽敞。 对, 它的更衣室其实频数还不小, 我们特别帮它规划它收藏的包包展示区, 然后希望说它可以在穿搭衣服的时候呢, 可以临统包包一起做搭配。 那当然说在化妆镜的部分啊, 我们用了比较不一样的造型去做装饰, 那这样子希望它每天在化妆保养的时候, 都可以有比较好的心情。 而且是不是特别把这个光线最好的区块, 留给女属人的化妆区? 对啊, 因为我们觉得到里面去书画的时候啊, 感觉上心情会比较好。 我觉得当男设计师能够从女性的思维出发, 帮他想到很多贴心的设计的时候, 都会让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的确女性在化妆的时候, 日光是最棒最棒的一个武器跟工具, 所以我们把光线最好的区块留给他。 我们女女女后一踏进去的时候啊, 右手边其实有一个玻璃门的展示轨, 那我们觉得一进门的时候, 就应该把包包放进去。 再往前踏一步的时候呢, 它就是它的珠宝收纳抽屉, 那接下来就可以把一些手表啊, 手链啊卸下来, 然后再往内走的时候, 就是它的专属化妆台, 那这时候就做卸妆啊等等的动作。 那今天如果是要出门之前呢, 在面对他挂衣服的地方, 换完衣服之后, 试完衣服之后, 往右转, 那当然就是看到它的包包展示柜, 这时候可以做它的包包穿搭。 无主的女儿喜欢北欧风格, 所以选用木板叶, 浅色木纹质感, 闭面则铺成明亮色系, 以清爽的色系来做整体规划, 符合女儿喜欢的舒适浅月氛围。 特殊手工其面墙, 更为空间添增暖度, 让女孩房空间薄又典雅的细节 与舒适的格局。 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在这里面用了很多的异材质, 也有屋主的很多支持, 它很放手让我们去做设计跟规划, 那整个施工过程中, 它也没有干涉我们很多, 所以说在材料选择上, 用色搭配上, 它都很支持我们的建议。 其实这样一个案子完成, 里面有很多我们设计的想法, 跟我们想实现的内容, 那有屋主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完成它, 那我们也希望说屋主可以满意, 然后希望每个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呢, 会有宾日如归的感觉。 今天的空间呢, 一步一景都蕴藏了设计师的巧思, 诺大的工领域有足够的交流空间, 同时满足了居家跟宴客的需求。 而到了私领域呢, 更是量身定制的精品风格, 不论是材质或色彩的选配, 甚至是到了艺术品的融入, 都让人看了觉得眼睛为之一亮。 有一扇, 这双ATE 这都是一扇, 一些脸都有衣网的仩。 ur做 Cape那个, 不会留意再演叙批刘刘静止 与 partisan调炙虽会。 感觉温法是通胜 measures,